别伤心 别这么伤心了 他和你们开玩笑的 大和妖怎么会不存在呢 可 可是 我们确实没有见过大和妖 那是因为大和妖很厉害啊 就是因为他这么厉害 才需要你们出手 对吧 嗯 不用着急 也不用灰心 要成为很厉害的英雄 耐心和智慧也是不能少的 就算现在没找到他 烟花会开始之前 他一定会出现的 在那之前 记得来萧公姐姐家里武器 知道了吗 点燃我特制的烟花 无论大和妖有多厉害 都能把他吓走 家里的东西 田里的庄稼 还有爸爸妈妈 都轮到你们来保护了 知道了 既然萧公姐姐都这么说了 我们就再耐心一点 哦 对了 对了 别着急走 我这里还有几张纸条 你们一人一张 记得带回去给爸爸妈妈 让他们好好保管 只要说是萧公姐姐给的 他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知道了 谢谢萧公姐姐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谢谢萧公姐姐 你也要早点回来陪我们玩哦 好的好的 路上小心 待会儿我们再见了 那 那个 果然是你们 听孩子们的描述我就猜到了 没关系 不怪你们 大和妖在孩子中的人气很高 草率地否定她的存在 当然会让孩子伤心了 那么 大和妖的确是不存在的吧 嗯 第一次听到她的故事 我就觉得 多半只是孩子们的父母编出来的妖怪 为了让孩子们不要乱跑 不过孩子们来问我的时候 我没有拆穿 而是说 大和妖外貌可爱 喜欢恶作剧 但不喜欢伤人 他们现在相信的 大概都是我编出来的形象了 原来都是你的创意啊 或许吧 但不管怎么样 也容不到我去当这个拆穿谎言的人 他们的父母可能只是为了让孩子不要乱跑 但也可能有其他的考虑 在我不了解的情况下 我就草率地说 大和妖什么的不存在的 很可能会害了他们 而且 对孩子来说 相信并且喜欢就好 真真假假什么的 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我心里也有很多很多憧憬啊 点燃之后会旋转喷出七彩红光的火钻 隐居深山 为仙境指路的物灵 我知道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 别人要是在我面前说 别傻了 不存在的 我就会朝他做鬼脸 扔石头 因为很讨人厌 对吧 就算是假的 但是很帅气 很浪漫 轮不到别人来否定吧 童年曾经相信过的东西 经历过的事 慢慢都会变成无可替代的宝物 你们小时候也相信过战胜恶龙的勇者 斩破黑暗的圣剑吧 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拆穿了童话又要告诉孩子们什么呢 说到既现在锁国了 或者眼收灵的故事 都太早了吧 嗯 对 太早了 不管有没有听懂 总之放心吧 我会注意孩子们的安全 好好保护他们的 好了 我差不多也该回去了 长野猿烟花会就在眼前 还有好多事情要忙 长野猿烟花会 是你们家举办的活动吗 对啊 毕竟挂了我们家的名字嘛 这个活动在到旗很有名 对了对了 你们接下来有什么事吗 没事的话就一起来参加吧 我来给你们准备一个超好看的烟花 嘿嘿 那我先带你们去长野猿 见见我的老爹吧 烟花会之前还有几个烟花没做完呢 哎 到期有个八重堂 也有很多喜欢写故事的人 他们写的故事 有很多是用刚刚提到的传说改编的 但经常会有不好的结局 比如火钻被有钱人扔进了展览厅 再也没有被点燃的机会 武林被人盯上 虽然最后没被抓到 但他生气了躲了起来 再也不出现 战胜恶龙的勇者变成了下一只恶龙 斩破黑暗的圣剑 变成了毁灭世界的武器 虽然我知道这样的故事也会很流行 但我不喜欢 真的喜欢不起来 那些浪漫的异想保持浪漫就好了 老爹 我回来了 马上就到烟花会了吧 各家各户的烟花都长落得差不多了 这两个人没见过呢 是新朋友还是客人 都算吧 他们是前不久才到这里来的 既然来了到期 不看烟花怎么行呢 不管怎么样 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我长野猿龙之界 给你们讲讲长野猿家的悠久历史 这个先等会儿老爹 我有事情问你 很久很久以前 老爹又自顾自地开始讲故事了 不好意思啊 老爹以前受了伤 那之后耳朵就不太好用了 但刚刚的对话 好像微妙地成立了呢 然后呢 人们又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 有一种矿石 它的粉末能燃出很漂亮很漂亮的颜色 老爹 老爹 先等等 啊 怎么了 之前订购的那些做烟花的材料 已经送过来了吗 昨天的烟花都发出去了 前天的也是 大前天的也是 不是老爹 我是说材料 之前订购的材料 嗨 今天的也做得差不多了 不用担心 你老爹的手艺还没退步呢 不是 是材料 做烟花需要用到的材料 矿石 是 什么 矿石材料 哦哦 矿石材料 对对对 矿石材料 啊 对不起 终于传达到了 我有点激动 嘿嘿 啊 材料的话 还没送过来呢 具体原因好像过来说了一下 但我没听清 没关系 没关系 知道这个就行了 那就晚点再做 等他们送过来 老爹记得要收一下 嗯 放心吧 不好意思 可能有点吵到你们了 如果有什么事要问老爹 就会像现在这样有点麻烦 对啊 老爹是很好的人 大家也都很尊重他 老爹因为听不清 所以从不和别人争论 也不否认别人的话 总是乐呵呵的听着 小的时候 我以为是老爹 他特别理解我 觉得我说什么都是对的 所以我什么话都会和老爹说 后来我知道了 老爹乐呵呵的 只是因为他听不清楚 不过我还是每天都给他讲故事 哎 这又是为什么 光是看到老爹笑我就很开心啊 这样他也不会寂寞吧 不过话说回来 既然材料还没送到 樱花会又近在眼前了 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 那个 肖公 是你回来了吗 哎 你别吓唬人呐 不是让你别随便说话吗 哦 对 对不起 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过来 你们有事就先忙 忙完再回来听故事也不迟 我的时间很多 故事嘛 也有很多很多 没有人在看这边 出来吧 到侧面来 幸好刚刚没有惊动天岭凤行的人 不然 我们就都有危险了 是我太心急了 但我听到你回来了 我就 放心吧 数次郎 至少目前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我们等下会去找做烟花的材料 顺便也会搞定船的事 就是之前答应过你的 谢谢你 你能帮我这么多 他是我们家以前的顾客 前段时间刚刚从外面逃回到妻 结果在偷渡的时候被发现了 现在正在被天岭凤行通缉 通缉 你也小点声了 别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被抓到的话 数次郎 不知道会被判什么罪 为了让他避开这个风头 只能想办法找艘船 把他送出去 是啊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办法 但现在没那么多选择可以挑了 要是一不小心翻了船 那就 溺水很可怕的 这么危险的话 当初不回来不就好了吗 因为有不得不做的事 可是我一回来就听说了很多难以置信的变化 本来我下定了决心 但现在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不想多给孝公和龙之介 先生添麻烦 他们能收留我 我就很感激了 没关系没关系 不用客气 还记得我说的话吧 只要有我们家的纸条 就一直是长野园的客人 纸条 嗯 之前孩子们拿到的也是同样的东西 只要是想要纪念某件事 而来订做烟花的客人 我们家就会附赠一张纸条 纸条的内容 只有我们家的人能看懂 是制作这种烟花的具体配方 只要看了这个纸条 无论是过了十年还是一百年 长野园都能保证做出 和当年一模一样的烟花 哇 感觉很帅的样子 哼 家里的老传统啦 只要是老顾客都知道 嗯 那时候还是我的爸妈 找龙之介先生做的烟花 现在想来也有二十年了吧 唉 实在想不到 现在会变成这样 没关系啦 只有实在迫不得已 才需要乘船逃离到期 我还会帮你想其他办法的 如果能留下来 那当然更好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只要是客人找上门来有事相求 就不能让他失望而归 谢谢你 这样我就还能有点时间再考虑考虑 好了 也不要在外面站太长时间 快进屋去吧 等我有了消息再回来告诉你 嗯 太麻烦你了 唉 明明是土生土长的到期人 却得不到回来的许可 对了 你们也是最近才来到期的吧 是怎么获得许可的 再靠看定奉行的大小姐中千里的帮忙 才顺利到了这里 嗯 原来如此 有大人物帮忙啊 那看来对硕磁狼也没什么参考价值了 嗯 要是我们的奉行中能通融一点就好了 唉 你们去过的地方应该都不像到期这样吧 唉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想办法帮他的忙 唉 不好意思 本来是邀请你们来看烟花的 结果现在不得不东跑西跑 如果你们觉得麻烦 可以过一会儿再来我家找我 我一个人去搞定材料和船的事 唉 那太好了 我们先去帮硕磁狼准备船 边走边聊吧 对了 方便问一下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是他把我从水里救了起来 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始旅行了 怎么了吗 唉 没什么 只是很羡慕你们的关系 嗯 要是我老爹身边 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能随时陪着他 他就不会因为耳朵听不清 而耽误事了 唉 为什么你一脸激动的样子 因为 因为 你居然没有说我是小家伙或者宠物 谢谢你们能帮我准备后路 还是 怪我太犹豫了 更衣 我来了 怎么样 船的事情还顺利吗 啊 还行吧 呃 虽然免不了被人盘问 等等 在外人面前讨讨论这个 真的没事吗 没关系没关系 他们是我的朋友 信得过 我们都是为了船的事来的 嗯 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原来如此 抱歉 不是怀疑你们 只是以防外衣 船我已经准备好了 但我不能大摇大摆的把它划到附近 哎 这是为什么 因为锁国令嘛 天岭凤行 现在对船过分敏感 就连很小的小船都要盘问用途 很麻烦 我明白 真的很抱歉把你卷进来 嘿嘿 客气什么 你愿意找我帮忙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这次又麻烦你们家做烟花了 这艘船就算是我的谢礼 那我这就去把船弄过来 你们稍微等一会儿 嗯 谢谢你 如果你顺路的话 就去我家取烟花吧 都是按纸条上的记录做的 非常完美 一点不差 好嘞 正好烟花会很快就要开始了 也给你的新朋友们见识见识吧 这可是到期的特色 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 诶 要不然干脆你给他们讲讲你的过去 就是你第一次来我们家定制烟花的故事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我想想 要不然我先把船运到附近再说吧 哦对对对 哎呀聊到信头上了 你先去忙吧小公 等会儿还在这里接 幸好被他提醒 不然又要因为聊天耽误事了 前几天一直在赶工做烟花 没什么时间和别人聊天 都快憋死我了 老爹虽然很喜欢听我说话 但因为耳朵不好嘛 很难给出一些让人惊喜的反应 又扯远了 我想说的是 趁更衣去准备船的时间 我们可以去找找看烟花的材料 不只是要帮你们做 还要帮找大和妖的孩子们和硕色狼做 材料缺了很多 那怎么行呢 不用在意我 其实每年的烟花会都是这样 会接到很多中途插进来的订单 会放烟花的人 都是为了纪念某件事 这种纪念错过了说不定就没机会了 所以就算再忙也要全部答应下来 所以你是想说你还享受这件事 啊享受是很享受啦 生在烟花石家 好像从小就迷恋了这种 碰的炸烛光来的感觉 但其实我想说的还是 不用担心我 没问题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只是和烟花一样 感兴趣的话题也是稍纵即逝的东西 一定要在有兴致的时候 说个痛快不留遗憾 哈哈 接下来跟我去城里转两圈吧 我打算去找熟人碰碰运气 人道我发问了 你一直都在说话 嗓子不会难受吗 嗯 会有点不舒服 但 嗓子也就是用来说话的吧 也 也有道理哦 找到了 你好啊 四爷 这几天的工作还顺利吗 哈哈哈哈 小公 我就知道你果然来了 寒暄就不必了 是来找烟花材料的对吧 我专门给你留了一袋 数量肯定是够了 诶 真的吗 为什么你会知道 每次临进烟花会 你就会到处打听有没有矿石材料有急用 我都习惯了 你总是要做计划之外的烟花 嗯 抱歉 每次都麻烦你 瞧你这话说的 就算手上的生意不做了 你提的要求我都不能拒绝啊 这边的两位 难道就是这次的委托人吗 哈哈哈哈 小事小事 用不着客气 之前我和我孩子吵架的时候 还是萧公出面安慰他的呢 我真是不擅长和他打交道 要不是萧公 他说不定会离家出走 不会的 他是个心思很细腻的孩子 很在乎你的感受 只是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表达 如果你的表情不要那么凶 他可能也不会紧张 嗯 大概是我平时对他太严肃了吧 明明和外面的人聊天 我觉得我没什么架子呀 没关系没关系 人人都有不擅长的事嘛 以后要是还有类似的麻烦事 来找我就好啦 就算不是烟花的委托也没关系 顾客至上嘛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怪不得大家都夸你是个好孩子 龙之界先生肯定也很欣慰吧 那矿石就尽管拿去用 我拉就不用付了 哎 不行不行 这肯定不行啊 没关系啦 就当是我给你的谢礼 不用客气 但人情是人情 做生意要讲规矩 可不要为难我啊 有什么关系你就收下吧 接下来你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忙 对吧 那这样吧 就不用付摩拉了 我记在账本上 以后来我这里做烟花 都用这个抵扣 哎呀 你这孩子真是 行吧 这样也好 帮我给你老爹带个好 祝他身体健康 能一直乐乐呵呵的 嗯嗯 你也注意身体 别那么拼了 当心老伤复发 小果很受欢迎呢 以前也有人这么说 而且真的会有人觉得我有求必应 这时候我就会说 喂 这不是烟花店该干的事啊 但是 哎呀 很多时候他们都不听我的话 没办法 但也没什么所谓对吧 总之 现在矿石材料到手了 接下来就去找人加工吧 嗯 这样材料的问题就解决了 啊 convincing 来啦 往哪里打的 吃烟花材料的事 看来大家都知道 小宫你在烟花会之前会很忙了 很抱歉 但能不能稍等一会儿 正好武器的订单也堆了好多 这个没关系 不对 也不是完全没关系 这样吧 你需要帮手吗 只要做完这些武器的订单 就可以帮我叫工矿石了吧 这 得看师傅是不是答应 没关系的吧 天目先生 你也知道的 长野园烟花会马上要开始了 我到现在还有好多人的烟花没有做 如果没做好的话 还是这么吵闹啊 小丫头 天目流的锻造 讲究耐心与权力以赴 倘若内心急躁 一定会反映在断出的刀剑之上 有人在旁边等待与催促 只会乱拉创的心神 但 但是 这是很特殊的情况 长野园烟花会就在眼前 所以 矿石交给我吧 我来加工 诶 师傅要亲自上手 不要大惊小怪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吧 谢谢天目先生愿意帮忙 不客气 长野园烟花会是很重要的事 我也明白 再加上以前龙之界很关照我的生意 我没有理由不帮忙 不过萧工啊 以后还是要更有计划 不要每次都搞得很匆忙 我尽量 以后我会准备更多材料来应付突发情况的 不过对你来说就算准备再多也不一定够用吧 总之等我一会儿 不愧是天目先生 看着颗粒的形状和粗细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太漂亮了 就算很久没有看你拿工具了 手艺还是这么精湛 那当然 从小学到大的东西 想忘掉都难 很久以前 天目流就和长野园烟花会在合作了 那时候是我的师父和龙之界的爸爸 虽然人换了一代又一代 但烟花要的东西都差不多 阿创 以后就轮到你做出这样的东西了 知道了 知道了 那就不多打扰你们了 别忘了去看烟花哦 好了 我们走吧 现在更衣可能还没有回来 我们先过去等他好了 果然他还没回来 不过没关系 我早就想找个机会 和你们好好聊聊天了 一直都在跑这跑那的 辛苦你们了 不过这一路上还挺顺利的 幸好大家都很照顾我 感觉一路上 好像都没有什么我们说话的机会 我也觉得冷落你们了 所以才想找现在这样的机会 第一次相见匆匆忙忙的 不方便坐下来聊天 哎 你们是旅行者对吧 来到期之前 你们都去了哪些地方 真好啊 我听说那里几乎没有规则对吧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快快乐乐的生活 哎 我的老爹啊 以前收到了老顾客的礼物 是那个什么酒庄 陈希酒庄 浮宫阴酒很出名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 很少看到我老爹喝酒喝得那么开心 给我讲了一晚上 那酒的滋味有多好呢 我听朋友说过 有想法有意志的人才会踏上旅途 可能是为了某个风景 也可能是为了某个愿望 你们又是为什么踏上旅途 还要闯过风暴 来到我们这里呢 还有向神明寻求答案 因为神的原因 和家人失散了 很难受吧 我明白了 既然这样就没办法了 本来想邀请你留下来的 留在稻妻 稻妻和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 这里追求永恒 换句话说 就是风平浪静 很少会有变化 这样有一个好处 如果走累了的话 这里很适合休息 可能不太好懂 我只是担心你会比较累 可能走着走着 就忘记启程时的想法和感情了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 疲惫的时候 做事总会觉得不顺手 如果太累了 就算是去玩耍 可能也高兴不起来吧 我的一个冒险家朋友告诉我 如果只想直奔终点 可能会浪费旅途上的机遇与感动 但是没关系 我会想办法让你感觉到轻松 开心起来的 你已经来了 就算最后还是要走 我也要让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说不定等你找到了家人 会觉得稻妻是最适合当家的地方呢 要送给你们什么颜色 什么规格的烟花 我也有想法了 这里就让我暂且保密吧 小公 我回来了 久等了 我们去船那边吧 还是说你们要再聊一会儿 那好 我们走吧 不要太张扬 不过 也不用嫌得太鬼鬼祟祟 都容易引起怀疑 能接受住外海雷暴的船 应该很结实吧 那是当然了 质量完全可以放心 这也太小了吧 没办法 这是我能搞定的最大最结实的船了 用的木头全是到期最好的 我明白 如果要用这个闯进雷暴 说实话还是太危险了 我也希望朔次郎不会用到它 这只是应急手段 不过 感觉更衣你的手艺又进步了 就别夸我了 还要多亏我的兄弟们愿意帮忙 为了不被发现 我们各自加工各自的材料 在晚上偷偷祖中起来 这个尺寸已经是极限了 再做大一点 绝对逃不过天灵凤行的审查 那船就再是藏在这里 我回去告诉朔次郎 他也需要做一些出行前的准备 我突然有点担心 做这样的事 你们在天灵凤行的眼里 不就是共犯了吗 那又怎么样 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有心理准备了 我家和射凤行还算有点关系 来往很密切 要是到期想举办什么活动 另外两家凤行也会有委屠过来 只要我明面上磕磕气气的 不要搞得太嚣张 他们一般也不会来找麻烦 而且说共犯的话 你们不也帮了很多忙吗 也是啊 感觉已经脱不了干系了 原来经验老道 还以为你们会担忧呢 好了 这次真的非常谢谢你 更衣 烟花我已经做好了 你方便的时候 去我家取就可以 顺便找我老爹 结算一下船的制作费 哎 别提什么制作费 要是三姐看到我收了你们家的钱 肯定骂我不懂事了 三姐 我来解释我来解释 这也是我老爹告诉我的 以前到期有个商会 人丁兴旺特别繁荣 一起出生的孩子有十几个 他们也是从小跟着家里人 学做生意到处跑 大家关系都特别好 终于到了有一天 他们都要独自开始做生意了 那既然是做生意 难免去到天南地北 以后相见的时间就少了 对 那时候我们的大哥就提议 在分开之前 一起看场烟花吧 大家都是很有志向的人 对生意都有自己的理解 留在到期的 慢慢就只剩下更衣一个人了 虽然很难再相聚 但只要有人回来 看烟花就少不了的 是啊 再好的朋友 分别久了难免有隔阂 但在烟花之下 一下子就能回到小时候的状态 无话不谈 这样的记忆 对我们来说 就是永恒不变的 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小公之前说的纪念吧 嗯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才不能辜负大家 对烟花的期待 好了好了 还有说四郎的事呢 那我们先走了 庚依 谢谢你的船 我也要走了 我可不想被人抓个正着啊 说起来 庚依每次带着商会的朋友 来看我 他的朋友都会说小时候陪我玩 还报过我的事 但他们人太多了 我小时候也不记事 没有特别清楚的印象 所以有一次 他又带了陌生的朋友来我家 那人问我对他还有没有印象 我就说 有的有的 小时候你陪我玩 还暴露我的妈 结果更一哈哈大笑 说这是他的木匠朋友 只是看起来比较了 实际上只比我大几岁 搞得我满脸通红不停地道歉 哎呀 那次真的太尴尬了 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位置我帮你标记在地图上 建议你提前准备好干粮和水 有备无换吗 好不容易回来了 真的不想再逃出去 而且只靠一艘小船 就闯入碍海的雷暴 凶多吉少 但被天领凤行抓住 也是差不多的下场 我觉得他们迟早会搜查到这里来 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不起 如果他们真的来了 我会提前逃走的 不会给你们家添麻烦 不用这么想啊 就算出了问题 我想些办法也是能搞定的 但如果真的被天领凤行 追到绝境 你就往船的那边跑 嗯 我不会被他们抓住的 但是 这最后不就变成白跑一趟了吗 你这么想要回稻妻 是有什么事要做吗 以前我很不喜欢稻妻 就离开了这里 但现在想想 离开不过只是在逃避责任 我意识到这件事之后 就心神不宁 一直回想起 被我扔在稻妻的人和事 我 算了 不说了 反正现在也晚了 本来想回来弥补心中的遗憾 却落到了现在这般下场 这样啊 如果和我们讲讲的话 我们说不定 真是的 要是没有什么锁过就好了 没关系 我们不会打扰你 在你下定决心做了断之前 我尽量帮你再挣据点时间 天灵凤行 天灵凤行 只要他们不要乱搞事 就应该还有办法 哦对了 烟花殿的老顾客里 有一对老夫妻 他们的儿子在天灵凤行 好像有点地位 去找他们 数不定能在这件事上通融一下 这 会不会反过来被举报啊 没事没事 他们是特别好的人 我知道的 没有问题 那你再去屋子里藏着 我和他继续就来 走吧 我们走 时间不等人 不对不对 还有烟花 烟花的材料 那么多人的订单 老爹 老爹 哎呀 算了算了 老爹 我给你写个纸条 烟花的事就交给你了 刚刚 为什么要打断我 他需要的不是答案 是时间呀 这不是萧宫吗 快来快来 请屋坐坐 这边的是你的朋友吗 对啊 是远代而来的旅行者 现在有外人到到期来 很不容易 是啊 现在情况特殊 不过既然来了 我们作为本地人 就要好好招待 嗯 对了 你们两位之前订的烟花 我也带过来了 哦 谢谢啊 每年都要麻烦你们家 先是你的爸爸 现在轮到你了 不知道有生之年 能不能等到 长野园烟花店的下一任 接班人呢 没问题的 两位现在身子骨这么硬朗 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 哎 身子这东西 确实不如以前了 以前种田挑水什么的 一点都不费劲 现在稍微干点活 就腰酸背痛的 昨天本来想把杂草除一下 结果弯一下腰却 就有点止不起来了 这样啊 没关系 交给我们吧 哎哎哎 别别别 好不容易来一趟 怎么能让你们干活呢 我去拿点心和茶 边吃边聊吧 没关系啦 我不是总来帮你们 做家务的吗 最近是因为烟花会的事在忙 之后我还会经常来的 对我们来说是小事情了 不用客气 哎呀 你们就是懂事 不像我家那孩子 也老大不小的了 还是一个人 也总是不回家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这里还淹了点咸萝卜 你能顺便带给村内边的小葱吗 好啊 我们去去就来 跟我来吧 爷爷奶奶腿脚不利索 我们帮帮忙吧 先除草 再去送咸萝卜 谢谢你们能帮忙 哎 实在不好意思 趁这个时间 我去泡个茶 准备点心吧 对对对就是这样 这下就差不多了 葱叔叔在村里外一边 我们过去找他吧 葱叔叔你好 最近身体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啊 没什么变化 你看起来 也还是那么活泼啊 拖大家的福嘛 我家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上次卖到梨月去的烟花 听说广受好评 估计之后的订单又要增加了 那你不是更辛苦了 和龙之介先生 还忙得过来吗 实在吃力的话 记得叫我帮忙哦 没问题了 烟花的事情 可以自己解决 对了对了 这是乡里奶奶 托我给你送过来的咸萝卜 哎呀 真是谢谢 本来我以前 都吃不惯咸萝卜的 尝了她的手艺 可就忘不掉咯 现在都成我们家里人的习惯了 哎 家里现在都还好吗 好啊 不过 偶尔也会闹闹脾气吧 掐人不就是这样吗 我觉得 有亲人一直陪在身边 就算有矛盾 也比一直见不到面要好 虽然叔叔阿姨的感情很好 但孩子总是不回来 也挺孤单的吧 看上去其实也不会 他们好像已经习惯这样的日子了 不过你说的也很有道理 那我以后多来看看好了 至少有人能聊聊天什么的 就不会无聊了 好啊 干天窜的大家都希望你能多来看看呢 谢谢了 事情都干完了 那我们回去找他们聊正事吧 不愧是年轻人哪 干事情就是利索 年轻人的精神用不完 老人见多识广 经验丰富 各有各的厉害之处嘛 说起来 今年就正好五十年了 是啊 一年一年这么过去 其实没什么明显的感觉 但一晃眼就五十年了 五十年 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 那就要讲五十年之前 这老婆子追我的时候 在外人面前乱讲什么 明明是你发了疯的追我好不好 那这一段略过去 不讲 总之 就是在那年的 长野园烟花会上 我向老婆子求了婚 然后就一起过日子了 其实本来也没下定决心的 抱着有点犹豫的心态 找长野园做了烟花 烟花生起来 就到那时候也不知道 要怎么开口 结果声音碰碰碰的 烟花点亮了天空 再看她的侧脸 那眼睛啊 都映出烟花的光 闪闪发亮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好像已经开了口 她还答应了我 五十年 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但携手走过五十年 也值得纪念一下吧 我之前不知道 是五十年这么特殊的日子 早知道 应该给你们做一个特殊的 豪华版的烟花 哎 不用不用 就是以前的那种就行 每次烟花会都看 看不到才会不习惯呢 只要看了烟花 就能想起那段日子 哪怕是上了年纪 也不会觉得自己的过去 有什么遗憾 他们的感情 真的很好呢 对了 我们的事先不停 萧公 你现在应该忙着办烟花会吧 到我们这里来 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哦 其实是个比较难以启齿的事 我先跟你们讲讲吧 硕自郎 他回来了 哎 你们认识他 那是我家孩子 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啊 唉 那时候 他们一直一起玩 从小到大 无话不讲 到处跑 到处看 结果呢 有一天 突然吵了一架 吵得很厉害 我记得那时候的硕自郎 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他觉得到气太安稳了 可是我们家那孩子 家幼 从小就和我们一样 觉得安安稳稳的 没什么不好 小孩子嘛 就是会因为对错 而争论得很厉害 最后 说自郎就一起之下 独自离开了 原来是这样 那之后 家幼虽然什么都没跟我和老婆子说 但能看出来 他很伤心 但心里的想法 又不愿和我们讲 后来 不知道是赌气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他就去了天陵凤行 很少回来了 其他的忙 我们跟家幼好好说说 他应该是会帮的 但如果是朔次郎的事 我觉得 我们没有办法插手 没想到这么巧 我明白了 我问朔次郎 他为什么回来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细讲 只说是 以前犯了错 我终于明白 他为什么下不了决心了 明明是童年至有 现在一个是天陵凤行的人 一个在被天陵凤行通缉 没关系 既然这样的话 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们会帮朔次郎想想办法的 两位也不用勉强 这件事还是留给朔次郎和家幼 自己去处理吧 要是他们的关系 能和好如初就好了呢 那么多年之前的争吵 现在也应该放下了 这样就没办法了 回去把这个消息 告诉朔次郎吧 对不起啊 没能帮上你们的忙 不过 那个孩子 总要学会面对他的心事 这是做父母的 没办法教他的东西啊 丫头 不好了 刚刚天陵凤行的人来过了 为什么 他们这就知道了 老爹你没事吧 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 说烟花会 房子里都是烟花 不要随便进去看 免得火灾 但他们不听 就觉得朔次郎那小子 藏在里面 不过幸好 朔次郎提前听到了动静 翻窗子跑掉了 天陵凤行的人 没有在这里抓到他 哎呀 这就麻烦了 朔次郎现在 应该还在犹豫不决 老爹 你看到他往哪儿跑了吗 我觉得天陵凤行的人 一定会追上去的 对对对 名字名字 这么突然的就来抓人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家用 不然只是因为偷渡 应该还不至于 这么行事动众 不行啊 我耳朵不好 也没看到 你们想问方向是吧 他们出城去了 名字我没听到 真的没听到 名字的话 我好像听到了 我刚刚又从朋友那里 拿了点矿石 送过来的时候 刚好撞上 领头的那个 好像就是你们说的 叫做家用 果然是这样 谢谢你 如果说四郎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两个人见面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让事情变得不可挽回 这样肯定不行 跟我来 我们沿路打听线索吧 你们路上要小心哪 对方可是天灵凤行众 千万别太莽撞了 说四郎他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有什么办法能帮到他呢 是松板他们 问问看吧 小公姐姐好 对付大和妖的武器 小公姐姐做好了吗 那个我已经拜托给龙之戒勃勃勃了 等会儿你们就去找他拿吧 难道姐姐不陪我们玩了吗 对不起 姐姐还有些重要的事 会稍微晚一点回来 下次给你们带糖果吧 就是你们喜欢的 很甜很甜的那种糖 好 又有糖吃了 对了 我有个事想打听 你们刚刚看到了一群 看起来很凶的叔叔 经过这里吗 有的有的 他们好像在抓什么人 他们是不是也在抓妖怪啊 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 是叔叔他们误会了 你们听话 留在城里 等烟花会开始了 就和大家一起玩吧 嗯 会好好听话的 小公姐姐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看来就是这个方向没错了 我们继续追吧 如果说四郎 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我就不得不帮忙了 看 那边有听你父亲的人 应该就是那里 前方这在知情公务 定制通行 说四郎和家又在里面对吧 我没有事情要找他们 听不懂话吗 说了定制通行 真爱是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想干烟花吗 云野 野鸣 往外面 先行 行 往外面 一点重现 行 行 入山 下 enjoy 躲住 这下不断 行行吧 你们敢改防暗公务 好大的胆子 这种行为天灵风行定会严惩 就算你们逃到天涯海角 也休想逃逃制裁 说的这么吓人 跑得比谁都快 没时间耽误在他们的身上了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吧 应该就在里面了 你的剑技很久没有提升了 说次郎 你明知道和我决斗 是不可能有胜算的 我没想到 最后 会落到你的手上 我认了 这就是命运吧 我已经没什么想说了 但至少你回来就说明 你最终还是认同了我的想法 所以你怎么说吧 跟我回天灵风行 亭后发落 这艘船的制造者 也逃不过城中 等一下 为什么就这么决定了 你们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吗 我知道你 是长野原家造烟花的那个姑娘 早就知道你爱管闲事 但这件事和你无关 没事的小公 过去的事 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那你辛辛苦苦 不惜偷渡也要回到到妻 是为了什么 犹豫那么久 又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想要现在这样 可以好好说话的机会吗 我没有话要和他说 他是犯人 我是天灵风行的执行者 本来就没有交他的余地 只是念在旧日的友谊 我给了他与我决斗的机会 但他的奸计 还是像以前一样不争气 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别再骗人了 你把你的手下 都留在了那边封路 这里一个跟随的人都没有 不就是觉得 可能还有对话的机会吗 明明两个人都是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 为什么 就是什么都不愿意说啊 自作斗情 你又懂什么 行了 萧公 我觉得只是我一厢情愿而已 不行 明明什么都没做 当然不行 既然这样 佳佑 你习惯用决斗解决问题 那就跟我决斗吧 只要我赢了你 你就要说出你的真心话 不要再把自己藏起来了 硕死狼你也是 我赢了的话 你就把你回来的原因告诉他 无论结果如何 都一定要说出来 不说的话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那 如果你输了呢 我输了 那我就承认我是硕死狼的共犯 任凭天领奉行发落 小公 那我接受了 一决胜负吧 长官 我们来支援你了 怎么还有人军 不是决斗嘛 那我们也要帮忙 不能让小公一个人 帮小公 九段飞 凭天领奉行 疯动鼻刑 别乱行 黄奈行 狂奉行 狂奉行 狂奈行 狂奉 拿下 頭儿 它们真的很枪 我们还要找更多的兄弟来支援 退下 诶 不是让你们不要闯进来吗 都给我退下 是 是 不好意思 什么意思 我觉得 你这个姑娘 跟当年的朔次郎一样固执 你为什么觉得 我们之间一定有话要说 因为 朔次郎回来 虽然没有对我讲你的故事 但他找我做了烟花 从你的爸爸妈妈那里 我听到了你和朔次郎过去的故事 那时候我就知道 这烟花对你们有特殊的意义 那就绝对不是无话可说 绝对不是 不是为了感受寂寞 才放烟花的呀 其实 我是因为迷茫才回来的 并不是我改变了曾经的想法 而是我觉得 我的做法只是在逃避现实 我见识到了蒙德的自由 李悦的契约 虚迷的智慧 丰丹的正义 对我而言 都有很深的感触 我庆幸我离开了稻妻 但在我庆幸之时 我偶然听说 稻妻实施了锁国 我是逃离者 我因我的逃跑而骄傲 但实际上 我真正应该做的 是把这些外面的东西带回来 你还是天真的想要改变这里吗 不 不再是那么辉煌的想法了 我只是觉得逃走是不对的 明明你都没有逃 我过得并不好 也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 但就像听到了命运的召唤 我想回来看看的心情 已经无法遏制了 谁又过得好呢 我非常崇拜雷殿将军 将他的一切想法都分为教条去执行 但我现在的工作 就是在惩罚锁国的违逆者 收缴神之眼 我没有想过成为天陵风行众 会做这样的事 我做的 真的就是正确的吗 传留给你吧 我没法让你留在到期 但我不想把你抓回去 但这样 你不是没办法和上面交代 不用管我 我有办法 我听说 现在外面的人想回到期 需要办理的手续很复杂 但总归还是有办法 我会帮你一把的 在那之前 你在外面等着我 别死在路上了 放心吧 加油 我还想和你一起看烟花呢 嗯 下次吧 唉 这下子会被降职吧 哼 也老大不晓得了 我怎么会做出这么幼稚的事 嗯 就是说次郎想用来逃跑的那一搜 之前我叫易高他们运到了这里 用的是 暂放违禁品的说法 把说次郎追到这里来 也是我早就计划好的 就像萧公所说 虽然当时我没下定决心 但我的行为 已经暴露了我的冤枉 但我觉得你做得很正确 而且你看 只要把这些话都说出来 心中的芥蒂是能化解的呀 嗯 我现在也明白了 谢谢你 没想到你这么敏锐 能看穿我的想法 哈哈 因为我和你的爸妈很熟啊 他们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 那你一定也是好人 早听说长野原家后继有人 虽然有点鲁莽和吵闹 但 名不虚传 对了 那时候的烟花 长野原烟花店是可以重现的吧 能为我做一个吗 不行 没有那个纸条我是做不出来的 纸条已经被朔次郎带走了 原来是这样 那就算了吧 别这么沮丧 我之前说了嘛 朔次郎回来就找我做了烟花 虽然不能帮你做 但是现在朔次郎已经没办法放烟花了 为了不浪费 就破例让你带起他放吧 啊 非常感谢 嗯 可不要错过烟花会开始的时间了 这件事上 夏宫表现得很强硬呢 因为我喜欢说话嘛 我相信 语言拥有强大的力量 不愿意沟通的话 问题就会永远留在那里 人们就看着看着 直到眼睁睁地错过所有解决他的机会 虽然朔次郎和佳佑已经没办法回到从前了 但至少 我觉得不应在心中留下懊悔 好了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一个最适合看烟花会的地方 老爹会代替我 把答应送给你们的那个烟花升上天空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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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是 啊 加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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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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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满足 这次的烟花会也好看得要哭出来了 哎 应该没有真的哭出来吧 哎 我感觉眼眶湿湿的就是了 哎 对了 你看到第一枚升空的 那颗金色的大烟花了吗 那就是我拜托老爹为你们做的 哦 感觉很有气势 印象深刻 哈哈哈 那就对了 那枚烟花 我希望你们看过之后的感觉就是印象深刻 无论走了多远 遇到了什么 觉得动摇了或者累了 至少还能想起今天的烟花 我相信在时间的沉淀之后 这枚烟花在你们的心里 会变得越来越漂亮的 对了 这样的话 你们就是我的客人了 来 纸条也收好 想再看这金色大烟花 就尽管来找我好了 不过 在看烟花的时候 小公女好像变了一个人 什么也不说 也好像什么都听不到了 那个嘛 其实听到了 只是看烟花的时候 我从来不说话 这是我的习惯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安静地目送她升空 是一件有仪式感 而又神圣的事 你刚刚问我 对我来说烟花是什么 对吧 嗯嗯 对准备传的更衣来说 她和三姐好像是要纪念有意 对佳佑的爸爸妈妈来说 他们纪念的是婚姻 而佳佑和说次郎 他们要纪念的 嗯 嗯 对对对 信念 对我来说呢 嘿嘿 老实说 我从来没想过 我不知道 嘿 我还以为能听到很震撼的答案呢 因为其实没什么人会问我这个 我也不觉得 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只是碰巧生在了长野原家 碰巧在老爹的教导下 学了这门手艺 碰巧认识了很多人 听说了很多事 知道他们都把心中珍视之物寄托在了烟花里 烟花一瞬间就消失了 那是和将军想要的永恒 距离最远的东西 但大家的寄托可不会消失 那才是烟花存在的理由 如果没有人想看烟花 那就没有烟花了 但也要这么想 正是因为 有这么多的人把思念寄托在烟花里 长野原才必须存在 不然 不是辜负了他们的心意吗 嘿嘿 你知道吗 虽然我不怎么会去考虑复杂的事 但能生在长野原家 能做好多好多好多漂亮的烟花 我是非常自豪的 在盗契城的日子好像也还不错呢 不过好像到了托马和灵华所说的下一步行动的时间了吧 还是到木楼茶室集合 准备好了就去见他们吧 我打算再待一会儿 我打算再待一会儿 我心中的烟花会还没有结束呢 啊 不过如果想聊天的话也没问题哦 松板他们还在等我和他们一起去找大和妖呢 小公姐姐可不能言而无信 还有各家各户放完烟花之后的感想 还有各家各户放完烟花之后的感想 我也要去了解 帮忙其 mall 也都能看上 уг 预挖 余港 再收费我会不好意思的 别在意不用这么客气 那这样吧 作为交换 等你找到了亲人 你要把长野原烟花店介绍给他 这样我又能多一个客人啦 哎 我也想见他一面呢 嗯 我打算再待一会儿 啊 不过如果想那就再打一顿 开玩笑开玩笑啦 我不是说了 我家经常会和凤行众打交道 无非是认错 赔笑脸 交些罚款 要混过去很容易 倒是你们要更小心一点 遇到事情 可不要像我一样鲁莽